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谢您欢迎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的佩迪师姐 要来访问Dallas的主持 也就是满官法师 那我们就赶快来收听 由佩迪师姐为我们来做的这个专访吧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 今天呢 我们的播音师非常非常的特别 首先呢 是我杨佩馨来主持今天的节目了 但是呢我们也老远的请到一位贵宾法师 这位大善知识呢 大家一定要向他认识 那我离请我们的贵宾法师 自己介绍自己一下 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好 各位在空中的听众大家好 我叫满官 满官法师 请问您从哪里来 我从达拉斯来 美国中南部的地方 来到这里 我觉得好冷哦 对 天气是冬春之间 西温 对师父来讲呢 是比较低了一点 但我们在这个北美洲的东岸呢 也习惯了 非常非常欢迎满官法师 谢谢 法家我们多伦多 那么这次师父来探望我们呢 真的是让我们法喜充满 因为呢 师父跟我们呢 讲了好几堂的佛学讲座 那么还有呢上课 那么也是呢 在今天的在录音室 在节目呢 也可以呢 亲自来跟师父呢 请法非常非常的欢喜 谢谢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 听说呢 师父是广东人呢 哎呀 讲到这个 对 都是广东人 嗯 但是因为生在台湾 所以一讲国语居多 嗯 广东话呢 其实是听来的 是 不是去讲的 是听的 所以我就是训练成 广东话都会听 但是要讲呢 可能就像舌头会打结 然后想了半天 是的 语言的问题就是要常听 常讲 对 不讲呢 就好像放下 对 好 那我们大家呢 都是在这个北美洲啊 在美洲啊 都是 多元文化的一些国家 那我们呢 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呢 那对语言的方面呢 我们多一种呢 多一个方便 对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到满光法师来访问 真的 我们这位大善知识的法师呢 他的学问呢 非常的波澜 然后呢 就在艺术方面的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深 那么首先呢 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请问满光法师 您是在什么因缘底下出家的呢 在什么因缘 我觉得就是因缘底下出家的 哦 是哦 是的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听说啊 我也做了一些资料搜集嘛 那我们永国法师也给了我一点的这个tips 知道呢 原来我们满光法师哦 出家之前呢 其实呢 一早就应该出家了 但是您呢 就是有一点点的 我觉得我自己大胆的说 有一点点叛逆的性格 就是把这个日子呢 给错过了 那后来怎么样又这么好 又回去这个出家的这个道路 请师父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当然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但是我想呢 长话短说 我要长话短说 是 佛陀是以因缘开悟 我觉得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一个因缘 因为当时候在学院 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出家了 你要不要参加 我说我不要 我绝对不可能的 那他们呢就 有准备好了 他们出家了 他们出家之前呢 因为我不会很care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在出家之前 我就一直有梦到 观世音菩萨呢 白衣观音 一直给我一个号码 给我一个325 我每天几乎就是梦到 那梦到之后 我就觉得 这个呢 跟我的意志不合 跟我的理想不合 我没有要出家 为什么要我出家 这个一定是魔 所以 那那个号码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你知道吗 我根本都不知道那个号码 325 对 我不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意思 后来等到出家之后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号码325 是3月25号 是我们那批同学 剃度的日期 但是我没有赶上 错过了 我就错过了 因为我心里在抗拒 对 我就觉得 那个出现在我梦里面的观音呢 是个魔 哎呀 于是我就跟佛说 请你帮我 赶掉我心中这个魔 因为它一直干扰我 后来我祈祷了之后 还是每天有这个 几乎两个礼拜 每一天都有这个梦境 都出现这个325 还有出现这尊白衣观音 就是给我这样子 那之后呢 我就跟佛说 我觉得呢 这个观星菩萨 这个魔 它一定是不存在的 它假如存在的话 它一定会给我更多的暗示 不是只有在我的梦里面 所以我打赌 对 我打赌这个观音 是个魔 它一定不存在 这个就是我内心 好打打呢当时 我内心的一个疑问 后来有一天呢 我就想说 我今天 我不要再梦到什么观音呢 我也不要梦到那个什么号码 我说假如是真的有观音 那我现在在屋外下雨 假如有观音的话 请他把雨停掉 当天正在下雨 我就要跟他打赌 所以我等了一下 我跑出去 我把手伸出去 要去感觉雨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我不知道那个当时 是因为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还是真实的 我只是没有感觉到 当时 我就有点害怕 对 我就想这不可能是真的 好灵验 那我就抬头看看天 就有一个小小的洞 乌云 有一个小小的洞 有阳光露出来 我那当时心里想 that's impossible I don't want to believe that 我不要相信 我能相信的事情 但是我在那边 还是等了两三分钟 我没有感觉到雨 我不能说他没有下雨 也许是我的感觉 是是是是 我没有感觉到雨 那于是我心里 第一个念头糟糕 我赌输了 我得出家了 我要放弃很多的享受 我要出家了 但是呢 我觉得既然我已经这样讲了 那我就接受 承诺嘛 对 我就接受 是观世音菩萨 给我这个因缘 让我出家 那我就接受 是 那于是呢 我就跟 但是你错过了 那个3月25号呢 对啊 没有啦 怎么办 但是我还是要出家嘛 我于是呢 就在心云大师 要离开台湾 到美国洛杉矶西来寺 要去闭关的前一天 我跟他请求出家 他跟我说 你已经太迟了 哎呀 你说呢 那我说 我那时候 虽然也不是很年轻 但是就是 一种无知吧 我说没关系 我可以等 这样一等 真的等了半年 半年哦 我才有法名 但是在这个中间 老师也去请示师傅 师傅就说 好吧 那就先剔头好了 先剔头 那就让我参加了 佛光山第一次举办的 全省行脚 从北走到南 这就是我的因缘 于是从此我就跨进了 参加了佛光山的僧团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是 因为我每年呢 我喜欢游泳 哦 当我在走全省行脚的路线当中 我有看到海边 或者甚至看到一个湖 我心里就想完蛋 剔了头之后 我什么都不能做 连我最喜欢的游泳 我也不能玩 都不行了 但是想一想说 谁叫你自己要决定 谁叫你自己要跟菩萨打赌 打输了 接受吧 那对 那你就只好接受吧 就是这样子的因缘 所以我后来回到佛光山 我才在大碑殿 看到那尊白衣观音 真的 我想这个就是因缘吧 是的 即使我这么的坚强 但是躲不过因缘 这个就是一段因缘史了 对 哇这个出家因缘 真的很戏剧化 那本来呢 老早就通知你了 那三月二十五号 就好好的去剃度出家 就就就好了 但是您的这个性格问题呢 就是说 我干嘛要这么容易 相信一个梦 相信一个魔 来提醒我 这些事情不真实的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那么当然恭喜师父 当时还是可以呢 还是接受 还是接受出家了 对 好 那么听说 那不是听说了 我们知道呢 师父是学艺术的 那么艺术 而且据我们了解 也是有资料呈现的 师父是一个很自然 很自在 跟这个 跟大自然 很接近的 一个性格的 一位法师 那么我们听说 丛林的生活 是很严谨的 是规规矩矩的 什么都要接受 是奉教 就是说 一教奉行的 那么师父 当时您出家了之后 那这个冲 有没有冲突的这种感觉呢 当然有冲突 其实老实说 我在参加 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念了佛学院 第三天 我就打退堂果了 但是也是一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 承诺是很重要的 当我要打退堂果 我甚至呢 这个也不好意思说 我甚至真的 巧巧的呢 就要离开学院 三天我受不了了 逃走 可是真的要上 计程车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就想 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人逼你 是你自己的决定 念佛学院是 您自己选择的 在你还没有 学到东西的时候 你走是一件 很丢脸的事 是 而且呢 你还回去 要找以前的朋友 说哎呀 我念不下书了 我回来了 这个很丢脸 所以我就还是留下来 坚持下去 留下来之后 我只能忍耐啊 我只能接受啊 是的 那既然性格是如此 但是呢 我觉得这就是要改 改一下你的性格 改一下你的观念 所以我在佛学院 我是怎么度过的 我只要到了放箱 就是我们放假那天 没有人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到 找到一个角落 然后偷偷的 听我的那个headset 我的音乐 听你喜欢的音乐 对 那这就是一种调剂 然后之后呢 再回到现实生活 接受磨练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的了 对我来说 这也是一种学习 因为这个人是 我觉得我的个性是 好奇心胜于一切 当我想要了解一件事情 那么都没有得到答案之前 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个就是我的个性 其实呢 刚刚满官法师 跟我们分享 他这个出家姻缘呢 跟 然后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 他怎么样去调配 把他的性格 跟这个 自然的 轻松的性格 放在这个 严格的生活底下 怎么样去调配自己 接受 这两个字 是很重要 坚持 也是很重要 那么 我们希望呢 听众朋友 在那个满官法师的分享当中 我们自己也想想 自己生活当中 究竟有什么事情 我们接受了 要去调配一下 要去自己磨 就融合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好 那么师父给您休息一下 好吗 休息一下回来呢 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像满官法师 请法 例如说 师父是学艺术的吗 那么我们佛教跟艺术 是不是很大的关系呢 再比较走远 再次欢迎听众朋友回来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直播室呢 请来的嘉宾是满官法师 那满官法师呢 来自美国达拉斯讲堂的住持 那么他刚刚我们在上班场呢 也了解了师父原来出家 有那么一段的这个姻缘 那非常非常的感人 其实当时师父的性格表现出来 就是跟那个菩萨挑战菩萨 但是呢 也因为菩萨的这个灵念的就显现呢 就是让师父降服了师父 当时呢 师父也是跟着这个姻缘呢 也出家了 我觉得菩萨也很伟大 因为他也很坚持 对呀 不坚持的话你就动摇了 对不坚持的话 我大概就不会出家 对呀对呀 所以呢 我说呢 菩萨一定是会给我们一条正当的路 去跟着走的 那么也是我们了解满官法师的性格 也是很这个 很文学 很艺术 很自然 跟那个不喜欢这些苏波的这些生活 那么在这个丛林生活当中 师父坚持接受 这样生活下来 就成为当今现在一位非常非常 就是说优秀的法师 也是我们佛光山其中一位大善之士 那么师父您是学艺术的吗 是 当时是读大学念艺术的时候还没出家了 我还没有 那当时你觉得 为什么会选择艺术这一门的学问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因缘呢 因为小时候我的眼睛本来就是不好 那我的爸爸每次买书呢 都是买那个故事书里面有彩色的图画 所以小的时候我已经习惯看图画 看的图画比较多 看的文字比较少 所以那个童话书我最喜欢看那个童话书 因为童话书画画画的好多很有色彩 然后文字才一堆 才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小时候我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当然对于艺术我就会比较多一点的兴趣 而且我小时候其实来说我有学习障碍 是吗 我对文字有学习障碍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老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看那个时钟 明明一应该是第一个在前面 那为什么要把十二摆在最上面 这个人家就是你这个什么小孩 你这个什么想法 本来十二就在上面的 你不会看中吗 老师说我很痛苦 因为我想这个在佛法方面来说 也是一种执着 我执着我的想法 但是后来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 你不会把十二看成一吗 你就把十二看成一 那你就很自然 那个十二就是在前面嘛 但是我还是有看中的障碍 后来我记得我的妈妈呢 她干脆把家里的中都变成数字的中 就是有数字的 这样子的话 我才能够 要你习惯一下 对 否则的话 那个没有数字的中 我小时候是混淆的 我没有办法分辨出来 几点钟你讲不出来 对 也许是两点钟会讲成一点 或者是会讲成三点 所以这个是学习障碍 是的 那我觉得 应该是我小时候 我的父母对儿童教育 他们很在乎 我的姐姐非常的优秀 全校第一名 但是我老师都有学习障碍 然后都是在后几名 所以老师每次看到我呢 他就说 为什么你的姐姐跟你们不一样 同一个妈妈生的 对啊 为什么你怎么是这个样子 我说我也没办法 可是我这个人 我不会因为老师这样子讲的 我就觉得我很自卑 我没有 幸亏没有 我想是说我的个性来说 我就是不在乎嘛 我也不在乎人家说我什么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那我就是接受 所以我想 这个也是养成我一个个性 就是到生团里面 我想应该是说随缘啊 我也不会说 我因为不好 我就觉得 哎呀 我到处不如人 那长大了之后 老师发觉我有一个特点 就是喜欢讲话 因为我喜欢跟人家讲故事 小的时候 同话书多嘛 同话书 而且我很喜欢听故事 所以一些历史 人家会觉得很枯燥 我不会 我喜欢听历史 我喜欢听大人讲话 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一个特点 然后我又会讲话 所以我后来发觉 人家都会叫我 来说个故事 来说尽这个事情 给我们听听 然后再加上我爸爸 也是喜好 喜欢讲话的 所以家里的人聚在一起 就是讲话了 所以就会养成这样的个性了 怪不得这次满观法师 帮我们上这个佛学课的时候 非常非常动听 我们一个半小时呢 简直是呼 一声就走过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欲找 邀请我们满观法师 有空多来 多来为我们讲学 有因缘的话 也不是讲学 我觉得这是一种分享 我觉得故事 大家都喜欢听 在一件历史的背后 一定有它的成就的因缘 对 所以这个因缘 其实也是一段历史 也是一段故事 所以我觉得 我喜欢跟人家分享 那因为满观法师的专业呢 所以呢 在我们佛光山 也是发挥很大的功能 比如说最近 就是说出版的 世界佛教美术图典的 师傅是编辑 是吗 是 编辑 编辑 那么还有呢 佛教的这个刊物 爵士呢 也是师傅也是总编辑 那么在这些艺术图画 跟那个文字当中 哇 师傅 您的贡献太大了 没有 没有 是这样子的 因为星云大师说 我们是集体创作 我只是编辑 只是之一 然后呢 当然我们是一个team 其实在这些 我从事编辑工作 至少已经15年了 我就是感谢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team 我们才能够如期初刊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要感谢 这些大众的成就 这是我在15年编辑当中 我的一个体验 然后另外呢 这个编辑当中 我就要 第一个要对自己负责 就是我要对文字负责 我不能随便写 因为这个文字出去 代表的是佛光山 我不能有自己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应该写什么 就写什么 那当然不一样 那另外一件事 我学到的就是人跟人的合作 你能够合作的话 那这个杂志呢 就会出版顺利 你能够大家 work as a team 就是大家集体合作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会成功 我记得我们在当编辑的时候 美术图点 因为每天都要看很多很多的文字 甚至中英文 都要收集资料 那在这收集资料的当中 其实我们也有获得 因为我们更了解 这件事情的背景 然后另外呢 在编杂志的时候 我不是只有编杂志 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呢 去做红法工作 那我们会到少年监狱 教他们怎么念书 我们会有一个读书会 所以这些 我觉得就是 有这个姻缘给我们 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发挥 好好的利用文字的工作 去感动人 这个是我得到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也知道 满官法师是在纽约皇后 皇后大学 皇后大学的艺术系毕业的 那么在这个 然后就在这个姻缘当中 你出家了 那么师傅 您在出家前跟出家后 欣赏艺术的这种感受 眼光或者是 这个看法 有没有不同呢 还是艺术还是艺术这样呢 你说有什么不同 我是觉得没什么不同 但是佛教艺术与一般艺术 我觉得更多出来的是 他们的用心 一般艺术来说 也许我是一个画家 我要展现的是我的理念 是我的技巧 或者是我受当时候环境的影响 我所展现出来我的想法 但是在艺术方面 你也许是一个人 但是大多数的佛教艺术 都是大家共同的创作 像石窟也好 像佛像的雕刻也好 也许不是一个人雕的 因为佛像的雕刻都是很大的 即使小的 那当然可以说是一个人 但是真正能够流传千古的 那都是很大的作品 那佛教的艺术 我觉得所展现的是一种 对宗教的感情 是一种很纯真的感情 没有自我的感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雕刻的时候也好 在画画的时候也好 当你画一种观音 你是会想到观音的慈悲 当你在雕刻佛像的时候 也许是佛法的智慧 那时候呢 这就是一种宗教情感 一种宗教情操 所以佛教艺术 跟一般的艺术 我觉得就是多了一种 宗教的情感 跟宗教的情操 所以我们不管是说 我是到石窟也好 我观赏佛像也好 你会觉得这个佛像 就是会说法 它就是有一种感动 跟我们看一般的艺术 我去分析它 我去欣赏它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佛教艺术是让人感动 一般的艺术是让人家了解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样子 对我来说是这样 然后我后来回想 这个艺术 对 它也可以是个人的 也可以是众人成就的 是的 那其实说欣赏艺术 我觉得我的观点都是一样 只是说多了一种感情 多了一种宗教的情操而已 我在听师父说法的时候 我多么的希望 有一天 有一次的机会 跟着师父去参访那些 佛教的师库 这些 我们创造一下这个因缘 好 我们在节目的尾声 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师父 听说最近在我们佛光山的 这个一个会议当中 就是说交给师父了一个使命 听说我们在国外的道场 一直都在讲要本土化 那么在本土化 我们承认在多伦多的这些道场 就在北美洲的这些道场 也是非常的努力在做本土化 那么师父听说您接受了一个 与本土化很有关系的使命 请教这个使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这个又是给我出一个功课 每次出功课 我就觉得有压力 没有的 可是呢 这个压力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正面的一个启发 也可是说 就是叫逼所成会 当你被逼了之后 那你去做 那你就得到什么 成功了 对 我不知道是什么成功 可是纵观 因为要佛教本土化 尤其是在美加地区 我想因为不管是美国加拿大都有它各自的文化 对 我们没有办法是说把它强加到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 所以呢 必须要用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方法 那我的任务就是要推广禅修 这个禅修也是要本土化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要如何带动禅修 因为我们在禅堂 我们学的禅修方法 也许不是很适合美国人或者是加拿大人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家各自结集 所谓结集就是把自己的经验 我们做一个整理 然后呢 我们提供一套方法给其他的人 因为我们来自各地不同的道场 像加拿大 Toronto很大的道场 但是我们也有小道场 就是一个人的小道场 但是一个人的小道场 在一个人他要怎么样带一些禅修活动 那当然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呢 有要 我打算是说我们有像上课时候的那个 就是禅修班是一种方法 一日禅就是整天的 那有另外一种方法 还有三日禅 还有七日禅 那是要怎么样有方法呢 带动这个禅修 不要让它这么的 好像讲到禅修 大家都觉得 那要做几天呢 要做七天呢 其实是多元化 对 其实是应该要多元化 所以在禅修当中呢 我们也会考虑到 我们会有茶禅 还有考虑到环境 假如只是说一个层楼式的建筑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活动 有没有大的活动空间 那你活动空间有限制的话 那我们怎么利用现有的空间 我们去让这个禅修能够带出禅味 而不是苦味 不要说哦好苦啊 我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腰酸背痛 禅修第一个就是希望他们放松 那第二个呢 能够得到法喜 这是最重要的 非常非常的宝贵的这些 那么我们盼望呢 满光法师把这些 这个资料都召集好 那么呢 我们将来多伦多一定有机会呢 跟随师傅呢 在这个本土化的禅修方面呢 多些的学习 再一次非常谢谢满光法师 接受专访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各位再见 谢谢师傅 那么 朋友 那么我们在这里 感谢满光法师自己呢 也自己呢 思考一下 刚刚师傅帮我们分享了 他的经验 他的经历 那么希望呢 也是很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听 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